在雍正王朝中,红昼看似荒唐,放纵不羁,其实他大致若愚,心思缜密,最后上演了一场活出丧的闹剧,其实,这正是红昼的高明之处。 那么这个荒唐的王爷到底有没有夺位的野心?廖哥认为前期肯定是有的,但是到了后期大局已定,最终无可动摇,他只能选择放弃了。 确实,在老八和红十密谋夺取丰台大营和西山瑞剑营中,红昼看似被老八和红十利用了,让老八他们暂时性接管了丰台大营和西山瑞剑营,顺利实施了八王义政计划。 然而我们细评,倒不如说老八一伙被红昼反利用了。 在当时,红十背后是老八龙科多一伙,红历背后是雍正帝老十三,而红昼几乎是没有任何背后势力。 所以,在没有威望和势力的情况下,只能利用智取的办法来达到目的。 为什么说红昼反利用了老八红十他们呢? 红昼心里太明白老八一伙是不会成功的。 有了红昼的反利用,只会加快老八红十一伙的快速灭亡。 红昼心里的计划是利用红十除掉红历,再利用雍正除掉红十,自己坐收愚人之力。 同时八王义政中,红昼开始有意无意地反套路老八。 花嘛,丰台大营和西山瑞剑营的法务,一被四个骑主带来的参将共管了。 八叔他们说,是花嘛同意他们进驻两个大营整顿兵雾的。 雍正听完顿时大怒。 老八果然是深藏不漏啊。 然而,老八也并不是任人拿捏的,回道。 皇上,这话臣弟可就听不明白了。 让关外的铁骑帮助关内整顿齐营的兵雾,正是皇上您的旨意。 这事儿,红昼可以作证。 红昼,当着满朝的大臣,昨天晚上你说过这话没有? 红昼一时惊慌失措对雍正说不出什么,只是呆呆地叫道。 二、陈、三哥。 这时,红十走出来解释道。 回皇阿玛,五弟也就是误说了一句,是听皇阿玛亲口说的。 因此雍正气得打了红昼一个大嘴巴子。 看似是老八和红十合伙将包袱推给红昼。 其实红昼才更高明。 面对雍正的质疑说不出话来,还惊慌失措地叫红十出来。 很明显,意思是红十才是幕后主谋,反套落了他们一把。 红十的狐狸尾巴在红昼的引导下算是慢慢露出来了。 那么自然与红利的斗争开始白热化了。 雍正就这三个成年儿子,这两人相斗,老五红昼肯定渔翁得定。 红昼这场乱局总算是布局成功了。 事情也发展得很顺利。 八王义正失败以后,老八怂恿红十杀掉红利,夺取敌位。 曾点评过红昼说。 要说灵透,你们兄弟三人中应首推红昼昼。 你不要不以为然,你想一想,你们兄弟三个在一起同时,红昼是最不用功的一个。 可哪一次背书,他不是倒背如流? 你再想想,他做了那么多荒诞不惊的事情,可哪一件是违背家法理治的? 他是变着法子的和光同尘啊。 比如说,这一次抄我们几个人的家,他就弄出个活出丧来,这一点他就比你高明得多。 并且,老八通过雍正面相看出他命不久矣。 老八一个不懂医术之人都可以看出,红昼肯定也看得出来。 所以说,他布局让红十与红历斗争的时间点也踩得好。 黄阿玛命不久矣,三哥红十和四哥红历开始相斗起来。 说不得红昼也算到了红十与老八这种人勾搭在一起,无异于于鱼虎谋皮,早晚会闯天大的祸,那么自己肯定要渔翁得利了。 事情的发展也的确如红昼所料那般,但是红历在图里城的保护下最终逃过一劫。 雍正为了红历的顺利继位,痛下决心,刺死红十。 很明显,这已经超出了红昼的预料,说不得自己的腹黑黄阿玛已经猜疑自己。 果然此时雍正召见了红昼,而此时红昼开始展现出了真正聪明的一面。 面见雍正之前,给了雍正的贴身太监李德权一些钞票。 啊,下不来的时候,替我圆圆吧。 说道。 红昼这个人可谓是心机深沉,知道李德权有用处的,所以用钱拉拢。 对比红十之前毫不客气地揭露出李德权等太监,为了收好处,带大臣贵等时安排是空心还是实心的套路。 红昼的情商还真是高。 红昼进去以后可谓是全程高能。 雍正帝先发问。 阿玛这时候把你叫出来,不会让你染上血光之灾吧? 这其实就是问他活出丧的事。 如果红昼继续装神弄鬼,那么就代表他不够诚实。 后面的话,一切都不值得采拿,甚至判个欺君之罪。 所以红昼马上挑明了,同时也告诉雍正帝,自己是怕出乱子。 黄阿玛圣明,儿臣那些婚话本是堂塞世人的。 儿臣,儿臣实在是因为办不好差事,他到头来又给黄阿玛添乱子,才弄出这么个借口。 请黄阿玛治儿臣欺君之罪。 没想到雍正帝继续挖坑。 你自己说出来了,就不算欺君。 你这么做,阿玛也能理解。 你整天跟那些和尚道士搅在一起,总比跟那些朝廷的官员搅在一起要好啊。 小小年纪,就知道明哲保身这一点啊,比你阿玛都强啊。 这是一个大坑。 如果红昼顺着雍正帝的话说了,那么他就是用心不良,不肯为朝廷办事。 所以红昼一听这话,马上紧张地结巴起来。 花马,花马,儿臣,百无一用之人,就在修长十辈子,也忘不到花马的象背啊。 自降身下,否认自己明哲保身,而是百无一用。 不然封台大营的事为什么出了差错。 雍正帝马上又抛出第三个坑,而且还是一个大招,说道。 在你们兄弟三个当中,也只有你啊,真正有点像朕。 现在你这个年龄啊,也和你一样,潜心佛法,从来都不愿意卷到争斗当中去。 后来是,你皇爷爷一片苦心,硬是要把祖宗的江山社稷交给朕,朕这也才勉为其难啊。 这句话啥意思,就差表明只有你适合继承皇位了。 红昼一听就傻了,马上解释道。 花马这样说,儿臣就更羞黑无地了。 皇阿玛就像天上的太阳,虽无意与人争灰,但光芒自然普照万物,儿臣本是迎虫之光。 拿什么去争啊? 雍正并没有结束试探,继续出大招。 月中旗今天抱来奏折,说是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,派他的弟子到他那儿去策反,给朕裂了十大罪状,把朕说成是无往今来最大的暴君,最大的昏君,你看看吧。 然而红昼头都不敢抬。 这些狂犬废热的风话,儿臣不去一看。 秦皇阿玛,也不要理睬。 这毕竟是皇帝的丑事,作为子的不能过分。 如果红昼看了,不管是什么评价,都将把自己引进不忠不孝的境地。 雍正皇帝最后一招,也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。 他把红昼拉到身边坐下,拉着他的胳膊问他上次是怎么误传圣旨的,这也是两难的问题。 一看红昼会不会隐瞒红时,跟老八印似密谋一事儿,二看红昼会不会落井下石坑害自己的兄弟。 结果红昼就说了一句话。 一个小时候读书就倒背如流的人会忘记这么重要的话。 显然他是堂色,他在明哲保身啊。 而雍正帝显然是满意他的回答的。 再回到刚才说的误传圣旨一事儿,会不会是他故意的呢? 他在跟雍正帝的对话时这么聪明,难道不知道丰台大营的重要性? 很有可能他是在两头下注,一方面帮老八印似一会儿接管丰台大营, 另一方面又把信息透露给老十三印祥,给了雍正帝扭转乾坤的机会。 这样不管哪方圣地,他都能全身而退。 我是廖哥,带您换个角度看雍正王朝,更多精彩持续更新中,喜欢就关注吧。